拜登他这次在会场打瞌睡那个会场 我想他自己应该觉得很无聊 因为美国到各个地方 他都要以老大自居 可是这个会场 你看他非常的富丽堂皇的会场 很大的 这是在沙烏地亚务极大 这个会议名称是就是说 海湾合作组织 一共六个会员国 那么加上美国 加上还有另外三个邀请的贵宾 伊拉克 埃及跟约旦 所以大概一共差不多十个国家 组织这个 这个会议的主席不是拜登 拜登只是中间的十个 参与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之一 主席是拜登这一次最忌讳 不想跟他有亲密关系的 沙烏地亚拉伯王储 沙拉曼 沙拉曼坐在主位 拜登坐在旁边 所以这个会议对拜登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他不得不参加的一次会议 可是他在这个会议里面 完全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世界超强国家的领导 那么我觉得沙烏地亚拉伯事实上在这个会里面 刻意把拜登压抑成地位压得跟其他国家与会者完全一样 所以拜登我觉得心里面大概也不是味道 那么就故意 也许一般没有故意说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会 那么就心不在焉 没有真正认真参与 所以我觉得他一半可能是装的 一半可能也是真的 因为这种会议的话 阿拉伯人的话 你要知道他们非常有耐性的 他们做什么事情 就跟你慢条思理 一直讲 这个里面十个国家领袖都要发言 不是只有你拜登一个人在那边 跟人家单方面沟通 其他国家也有很多信息要给他 我看他这个还听了以后 很多内容也不是很受用 所以干脆觉得无聊 补个眠 我觉得补个眠 一方面 这也可能是他认为他可以挽回他一点 最大国领袖尊严的方法 就是说我根本懒得听你们在那边 我懒得听 我用态度来表示 对 这是一种态度 不过这种态度我想在 看在美国国内也会觉得他很失礼 这种在正合的这种国际场合 尤其你是与会代表 怎么可能坐在那个重要的席位上 在那边打瞌睡 这个是非常失礼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 白宫的前医生这样讲 其实也是真的对他的健康状况 认知状况 体能各方面 都执出很大的质疑 我想这个白宫医生的 这个前医师的这样子的 一个发言 对拜登未来的政治路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所以我觉得拜登 现在美国的政治上面的声望 跟他的未来是 本来是缓缓的往下走 现在感觉 那个抖 颇越来越抖 他这个下坠的情况 是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快 当然他有法定的任期 他可以做到2024 可是问题就变成 如果2022 也就今年底的这个 其中选举 拜登两院皆输的话 那么基本上 美国政治的舞台 有三分之二被 参众两院拿走 就没有 就不是你拜登的政治舞台了 你虽然贵为总统 你就有三分之一的舞台而已 那这个时候 面临2024的选举 这个当中还有很多 参众两院的这个改选 我觉得民主党会慢慢 开始讨论一个议题 就是说谁能够代表 2024参加民主党 代表民主党参加 美国的总统大选 作为一个领头羊 领导其他的参众议员 各州的州长 那也有很多州长选举 来打赢这场选战 那个时候大家我想 就会真正认真讨论说 是不是要把拜登 把他丢到一边去 我们找新的 新的我们民主党的共主 来选举 那个时候我觉得拜登 会非常非常的难堪 这个白宫医师 不过他现在是 共和党的众议员 所以还是有政治上的考量 可是以他的专业 跟连续这么多 三任的总统的医生的 这个角度 他讲的东西 其实我们也经常过去 在就是电视媒体上 听到类似的评论 然后我们也看到 拜登不时的会展现出 那样子的一些动作 对不对 但我更深入的看是 我觉得现在的西方 尤其是美国 台湾依附如此 政治领导人跟决策者的 这个水准跟品质都不够好 而且是每况愈下 你看川普到拜登 那现在拜登64%的民主党 能反对他连任 但是如果是川普代表共和党 出来有9% 那就会有92%的民主党 说我还是会支持拜登 所以拜登面对媒体的说 我会92%的赢 他都在赌 共和党会是川普出来 又来了 川普跟拜登 对不对 而且不要忘记 美国宪法 这个第22条修正案 如果川普选上 他也只能做一任四年 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任 对 所以美国作为世界的领导人 他的这个政治领袖 然后他周边的这些几个 你看的这个阁员 你可以告诉我 谁做得比较好 我觉得现在的悲哀 是在整个民主政治的走向当中 这样子的领导人 他自己本身问题不断 决策的品质非常的差 然后充分的表现出 对权力的欲望 以及对于这个政党 跟意识形态的坚持 而不是看在全民 或者是大的这个历史方向 那老师你觉得 这一回像普京紧接着要去了 因为现在拜登的中东 已经被这个世界各国 给吐槽成这样 那万一这次普京去 还有一些成果的话 会不会更重创拜登 然后这边的中东角力 会不会又再掀起来 普京一定会有成果 因为俄罗斯 土耳其跟伊朗 他们这三个国家 他就决定整个北部中东 尤其是叙利亚到伊拉克 这整个问题 包含库德族 所以他们决定的一个大的方向 一定会有个架构 我不觉得他们就是见面而已 因为他们不常见面 这样子的一个三个元首的见面 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方向出来 那我现在觉得是 有个概念大家可以参考 叫权力移转 你就看到越来越清楚 中美之间的那种权力移转 power transition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这指的就是霸权的兴衰 军事的竞争 经济的衰退 公共财的缺乏 这个在霸权或者是霸主的角色 然后国内政治的混乱 这已经是显现出 这个作为霸权不是美国 过去每一个作为霸主 到后来的阶段 大概都是这样子 在对外的军事经济公共财 也就是提供国际的援助 跟这个基础建设 然后政治的这个混乱 这个血管末梢就开始收缩 所以那起而代之的 就是一个挑战者 那但是过去西方的经验 都是用一个战争来做这个决定 那这个经验会不会重复 我觉得亚洲的文化 跟中国人的思维 是不会重复这样子的事情的 但是你面对的是 美国的这个霸主 以及杨古鲁萨克逊 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导 那会不会有代理人 跑到前面先去发动 消耗性的战争 俄乌战争是不是就是类似如此 在亚洲是不是 也不缺这样子的角色 所以这都是提供我们警讯 一点一点都看到 整个美国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缘的外交 开始在退缩 开始在收缩 大家领导人的素质 关乎到国家的命运 拜登今天这个状况 不管是刚刚杰大使讲了 是有意气他 但是你想想一个78岁的老人 坐飞机的时差 加上他的前科记录 那有人讲 前面没有人他伸手去握 有人讲笑话 他是通灵的 不晓得干谁 那这个证明这个老人家的这个 我不管讲是认知能力 至少体力跟精神上是已经不行了 第二个你现在看他天天在外面跑 每个会议他都会去参加 我的感觉他是有家归不得 因为回去面临的问题 都没有一样他能够解决的 那记者的问题又很尖锐 他就跑到国外 跑到国外 打的这个棋子是重返中东 对不对 那你看看中东给他的是什么 没有一个国家认同你 这是能够在中东起任何领导作用 第三个杨老师刚刚讲的 俄国土耳其伊朗结合会有成果 为什么 你想想看土耳其现在缺粮缺得很重 乌克兰 俄国人准许乌克兰粮食出售的话 第一个就是到土耳其 又近 又不担心被美国怎么样 解决土耳其的问题 又解决库德族的问题 那伊朗跟俄罗斯结合时也是必然 第一个武器系统完全是俄国的资源 对 第二个伊朗手上握的有石油 现在这个石油战争还有得打 今天沙烏地已经承诺不增加石油 美国又想去跟伊朗牵手 希望你增加一点石油出来 比方说你制裁我这么久 我会顺从你的意思去增加油产量去供应吗 对不对 要搞大家一起搞 所以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的结合是必然 但这个结合就牵涉到中东 很多国家就会加入这个路权中心的俄罗斯跟中国 这个趋势已经看得很清楚 海权国家的逐渐衰退 这个国力的降低 那路权国家现在就看到这个年和剧 原来中国跟俄国有矛盾 现在俄罗斯没有矛盾了 那伊朗隔了这么远 透过一带一路也慢慢中东 阿富汗这些叙利亚 这些国家整个 就看这个世界的经济板块 欧洲板块 中东板块 非洲板块 都慢慢投向俄罗斯跟中国的一个领导之下 所以拜登不只是国内的问题 国际上的问题现在也不讨好 现在美国老百姓可怜 知识分子既不想选川普 也不想选拜登 这个就是找不出一个可以拥护的优秀的领导人 拜登上来四年 没有结果 下去了 川普上来有好果子吗 这个世界的动乱也是从这两个总统开始的 所以我讲这个大国博弈领导人很重要 就凭着民主党共和党找不出一个像样的领导人的话 那美国的世界霸权前途可以看得出来 不怎么样 美国有在摔 美国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强国 富国 科技大国 这个都是事实 客观的事实 但是美国的影响力确实一直在衰败 美国影响力在衰败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 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快速的崛起 那美国在往下走 中国大陆在往上走 所以中间的更多的国家有更多的选择权了 以往没有很大的选择权 因为你如果不选择美国 你就被他制裁 所以你没有别的国家 例如说你不可能往中国大陆 因为他不够强 你往俄罗斯也不够强 所以没有很多的选择权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完全改变了 因为中国大陆一直快速的崛起 布莱尔就是英国前首相 他也估计十年内 中国大陆一定会超过美国 如果以凭准购买力来说 中国大陆事实上经济体已经超过美国 如果就他的科技能力 军事工业的制造能力 在过去你如果不是从美国买 你只能从俄罗斯买 现在还可以从中国大陆买 当然也可以从德国 英国 法国等这些国家 可是这些国家你要考虑到美国的态度 但是你从俄国买的话 就不用考虑美国的态度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中国 已经又可以供应了 那就也不用考虑美国的态度 所以选择权越来越大的情形下的时候 广大的国家 他就有更多的自主空间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 美国如果还要逼很多国家选边站 美国可能就会常常踢到铁板了 例如说他在这一次 他也要求沙烏地阿拉伯要选边站 说你不要用中国的华为 可是对美国人来说的话 你美国没有5G 你美国没有5G 我就只能从北欧那边来 例如说从Nokia这边来获得 可是问题就在于没有比较好 更何况我如果用中国的华为 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因为用美国的通讯系统 或是用美国的数位系统 基本上都有后门 因为美国自己也承认 就是对这些数位的媒体大商 他们自己都承认他们有后门 微软他也承认 他的作业系统有后门 给美国的情报单位 政府单位可以介入 然后脸书也承认都有 谷歌其实所有的都有 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后门 让这些美国人 美国的政府可以合法的 或是非法的介入 那你想如果你是中东的国家 你要用中国大陆的这套通讯系统 还是要用美国所能够影响的 通讯系统 那对他来讲 当然用中国大陆的通讯系统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是绝对不可能 让美国人介入的 这样的相对来讲是安全 不要忘了 我们讲话都有依据的 梅克尔在脸书里面的社交的活动里面 就是被美国人所监听 所以美国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 梅克尔也很生气 德国的总理 是美国如此忠实的盟友 也很生气 好 那最后我觉得有一个地方 他们谈到了一个 有关于美国人权的问题 我觉得沙特给美国很大的难堪 是在于你美国一直在指控 我的王储 就是我国的王储 去杀了杀自己 是 但是他说那是CIA的指控 你有没有拿出证据来 其实一般来讲 国际社会大概都认为 应该是这个沙国 把这个谋杀暗杀了 这个人确实是从地球消失 也就是他确实是被谋杀了 而且确实是进入 这个沙特阿拉伯 在土耳其的大使馆 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这都是事实 所以在里面消失是事实 那因此他被谋杀也是事实 可是问题是被谁谋杀 合理的推断 当然就是被沙国的外交人员 或是安全人员所谋杀 那背后的指控是王储 可是问题就在于证据 所以当记者问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那他们就说 那你的证据在哪里 指控我的就是CIA 结果他马上就举一个例子 那CIA不是也说海珊拥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吗 那结果证明没有 可是海珊是被谁谋杀呢 海珊就是被小布希 谋杀 那小布希是明明白白的 谋杀了海珊 CIA是明明白白的 做了一个假情报 指控海珊拥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 这些都有证据可验证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CIA指控我 你没有证据 这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我觉得 让美国在国际之间 针对这件事情 颜面扫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双重标准更加确定 可是当你讲人权 或是讲民主 讲自由这个基本价值的时候 它的标准应该只有一个 而绝对不能是双标 如果你一旦是双标 你就破产 那美国的人权标榜这么高 然后美洲峰会的时候 把这个古巴 委内瑞拉等 都排除在外 把这个人权取这么高 结果当碰到实际利益的时候 却跑去他所指责的那个王厨 跟他碰拳头 所以对美国人来讲 他的人权的标准就双标以后 美国人的信用就破产 所以才会有人说 拜登是美国支持 就是这样造成的